今天记者会的标题 忽然一年其实已经超过一年了 去年4月开始一年将近一年半 主教要亲自来台说明 跟我们台湾社会说明说 台湾台塑这个企业叫福尔摩 到底在越南党里造成了多严重的灾害 那主教他亲自来也是要敦促我们台湾政府 在新南向政策里面要重视环境与人权 因为如果大家到新南向政策 还有一个网站上面有他们所有 基本上现在的资讯 完全看不到任何有关环境环保和人权的一些说明 甚至说一些原则 我们不在这些问题 我们不在准备和教育 去做这个工作。 但是,因为坍坏的环境, 因为人生和人生, 我必须现实在这里。 我觉得很悲伤, 因为今天来代表来这里 不是越南的执政党, 而是我。 我是一个对政治, 政策上没有完全的权利, 但是因为我这些孩子们 受到这些伤害, 所以我要代替他们来到这里。 我现在在这里, 因为我现在在这里, 因为我不是在这里, 为了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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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现在在这里, 很多人,也就是我们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 我会在这里说出声音的声音 和一些人没有声音 首先,我会让台湾的社群的社群 解释了更多的社群的社群 一家的社群的社群和社群的社群 一家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 为台湾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 珍貴想,有多少錢叫做神經 humanity 所持人的價錢,是未來的方式 我們也歡迎來到台南 我們有個技術的價錢 建立我們的財產供建基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財產供建 我想想的財產生產 那些財產財產財產經濟的價錢 必須是一財產財產經濟的價錢 當然有財產財產生產 建立財產生產生產的價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不堪的那样子的面貌出现在联合国以及欧盟议会这样子的场域里面 所以在这边我们有两个诉求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台湾政府跟越南政府能够以台塑合金钢铁厂 社区居民的健康权跟环境权作为一个核心 然后来展开一个国际卫生的计划 这样也是一个程度去洗刷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污名 那台湾政府能不能站在过去跟越南政府在这个良好的国际卫生的合作基础上 能够主动的积极的跟越南政府去提出说 我们要以合进这个社区以及相关邻近省份的居民的健康权跟环境权作为核心 然后能够派遣台湾在不管是环境或是公共卫生监测上面 都有良好训练的这个团队 一个部分是协助越南当地的专业人士去做人力的培训跟专业的建立 然后可以协助当地建立一套自己的长期健康监测跟服务系统 那就像我刚刚说这样子一个做法 一个部分是可以协助去洗刷台湾污名 以及台湾企业在当地已经造成的一个危害 另外一个部分是往未来来看 是透过建立这样一个长期监测的系统 一个程度是我们有可能可以去避免 未来的工业污染所造成的这个健康跟环境危害 而这个监测的结果也可以作为未来 如果台宿企业真的有错 那也是可以作为未来跟他问责的一个基础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这样也可以证明说新来向政策不是一个以云为或的 一个经济性的侵害的一个行动 而是具备人权思维的一个发展合作策略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政府在协与人权这件事情上面的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要求台湾政府必须要加强台籍企业 海外投资的事前审查 以及事后的救济制度来确保人权保障 联合国人权机制在近年来一直越来越强调企业跟人权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要确保企业能够真的按照这一套人权机制来实现他的人权责任的话 一个程度人就必须要靠法律制度以及监督机制来处理 那事实上今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的委员会 刚刚在今年6月23号才发布一个最新的一般性意见 是关于企业与责任的 那如果大家知道两公约施行法的话 两公约施行法就是台湾自己国会通过两公约施行法第三条的规定 事实上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委员会所发布的这些一般性意见 对于台湾政府来讲是有一个法律效力的 那这个一般性意见里面 首先他要求政府必须要强化他的事前的审查的机制 让企业尽可能的去减少有可能产生的人权危害 另外他也提出一个比较开创性的思想 是说如果一旦企业的真的造成的人权危害 那究竟在法院里面应该要建立如何建立一套救济的机制 那这样子的救济机制甚至会包括跨国企业的所在地的人民 跨海到这个多国级企业的母国来进行求偿 因此在这里我们先要求台湾政府必须要根据这个24号一般性意见的建议 第一个要先去修法加强对于台湾籍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一个事先的审查 另外很有可能我们必须要全面去修整我们现在的诉讼制度 让受到台湾企业的这些外国受害者 比方说现在就在越南的这个合进钢铁厂的这个受害的这些 不管是渔民还是当地的居民能够到台湾来寻求偿 产创条例这个已经是非常旧的而且不合时宜的 当初是为了要鼓励我们要经济发展 但是到这个规模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要有一个永续的观念 怎么样永续就是必须要把环境跟人权要纳入 那产创条例的修法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团体 在共同推动的 刚才黄机军长他有提到 两公约基本上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 一般性意见 第24号他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更明白的更明确的讲出来 如果根据两公约实行法的话 我们国内的各部会必须要回来检释各自的法规 是不是有符合两公约的精神 最后一切 Après我的观 recruited 是正面 来第一公讯 我 oft请不吝点放